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随着 你这是跟谁 谁呀 我这么大会儿呢 再蹭可就露袜子了 别擦了 走啊 我请你吃顿饭吧 你看你戏成这个样子 走吧 你别擦了 你至于吗 别擦了 你喜欢蹭鞋 你要是我把鞋都搁你这儿 你看你啊 这是跟谁窝这么大会儿呢 你还说我聪明吗 你还说我聪明吗 我妈真够笨的 笨到家了 我对不起行政队的这帮兄弟们 我对不起我爸 我对不起我妈 我对不起我自己 你还我 算了不说 林晴 你是在跟自个儿较劲呢 是不是干了什么丢人的事呢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愚蠢呢 这个不像你啊 哪儿丢的哪儿 给他捡回来不就得了吗 说得简单 这不是你说的吗 人有多大胆 他地球有多大产呀 肖东霆 你那股的冲劲 都就饭给吃了 对啊 从哪儿跌倒了 从哪儿爬起来 莉莉 你这哪儿是拜伙犯呢 分明撞醒酒吗 来 谢谢 我闲的呀 我没事给你装闲 拜伙拜伙拜伙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领情 这税务局一大里边 天天受挫的人多了 像你那样蹭鞋的也多了去了 我挨个给拜伙 我拜得起吗我 咱俩什么关系啊 我是你哥呀 我请我哥在这种地方吃饭 上锅子又得了呗 吃得还饱着呢 我问你话呢 那下次我请你吃上锅子 你 注意点影响 穿着便衣你也是人民税务啊 这脾气大点 快走走走 你也注意点 别跟我拉了扯扯的 你是真傻 还是装傻 就这么长时间了 已经没注意过我吗 莉莉 我压根就没往那地方想 那你现在想想啊 现在我没心思往那儿想 那好 不用你费劲想 咱们 咱们就点头对摇头弄 你把眼睛闭上 我要说句话 说啊 不说我给我睁开了啊 我 我喜欢你 莉莉啊 咱慢慢来行吗 那你这算是对了 还算是对了呢 这 起码不能算是弄吧 水果不错 来 试个大草莓 对那个萧冬婷 以后要内外有别 就是再去要这儿 也不用通话 该走的过场已经走了 该给的面子也都给了 冬婷是个要脸的 就上午那一下子 估计他一时半会儿啊 也不好意思再担心一顿露面了 也不好意思再担心一顿露面了 他说这厨房的操头台面到底用什么的 是用食材呢还是用人造大理石 我让他们先等一等 咱这房子还装吗 装啊 装 原来说怎么装 原来说怎么装现在还怎么装 原来唐进哪天出病哪天下葬 目的在哪儿现在该定了 这个事情我想再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 你就不用管了我亲自去办 对了 那个他妈妈的住院费需要多少 你去医院问一下 然后让财户给我送一张支票过来 好的 那那个厨房的操头台面到底用什么的呀 你说呢 用食材的吧 讲究点 你真了解唐进 好 就用食材的 好 那我先走了 我们的调查应该开始了吧 什么调查呀 你没长脑子吗 行 我先去弄明白他那个出租房的事情 你认识葛红吗 谁 葛红 东升公司的董事长 我认识 叫下一个吧 你可以走了 找我什么事啊 我们现在有确切的证据表明 您的男朋友生前利用前进制药厂制毒贩毒 什么 制毒贩毒 这不可能 这太不可能了 他是一个很本分的大学生 而且他做的都是正当的买卖 我们今天来呢 不是要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说明他确实在制毒贩毒 唐进生前购买前进制药厂的股份资金 是你们东升提供的 我们想来了解一些情况 也需要调查你们东升公司近一年的往来账目 请你们的会计和出纳配合一下我们调查 这位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高警官 好 就算唐进是你们所说的那样在制毒贩毒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查我干什么 他拿走了我的钱他干什么是他的自由 我管不着我也不知道啊 难道我借给别人一把刀 别人用这把刀杀了人 我也犯了杀人罪吗 我可没这么说 不过要是有人用你的刀杀了人 你就要被接受调查 唐进购买前进制药厂 百分之六十九的股份资金是您掏的 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调查东升公司 这样呢也是对你好 请你配合一下我们 好 没问题 喂 小季 让会计和初纳到我这儿来一下 在他们俩来之前 我需要向你们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唐进挪走的那一百一十万我不知道 他是偷偷挪走的 当时他在负责星宇小区 这个事情呢知道的人并不多 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会计老刘知道 那你以前为什么要撒谎 说那一百一十万是你批准的 被别人挪走了一百一十万 肯定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情 当然 我也没有必要 必须要向你们澄清这个事实 只是 我不希望你们从别人的嘴里知道 其他的 我没有什么可以瞒的了 你们随便查 什么事儿 着急忙慌的 你得请我吃饭 哎呦喂 就是再长也不至于这样吧 我那还一堆事儿呢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 你走了 你走了可就别后悔 后悔什么呀 你走啊 我倒是挺想看一看 你把肠子都毁清了 是什么样的 行行行 不就吃顿饭吗 说吧 吃什么 吃海鲜 干吗呀 杀人不过头点地嘛 你吃了我得了 你去不去 你要是不去 我这就回食堂打饭去 好好好 死就死吧 嗯 吃顿海鲜死 总比何晚舟死强吧 走 什么死不死的 走吧 车子 我会网上帮你看着呢 你撒手 这海鲜也吃了 就别卖关子了 有什么事儿说吧 你不是说想查东升的账吗 对啊 哎 行了 我这可是舍了面子 跟我那姐们好说歹说的 你才答应我的 漂亮 我这个人是在走路上 我这不就想去找路上帝 你怎么看 我看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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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看我看你怎么看 这些灯壁都是你的 对 不管你的 那个杭哥刚租我房子的时候 就那几些家具 至于那个 灯瓢盆和窗帘都不是我的 但床上用点是齐的 他跟你说租多久了吗 没说 当时他就塞给我爸爸块钱 别的没说啊 他什么时候搬进来的 这我可记不大清了 大概有半个月了吧 走吧 你这贪个人啊 多好的人啊 怎么贪这事啊 算了 这你拿着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葛总的一点意思 算做一点补偿吧 要是一年半在你房子做不出去 这房子葛总要了 这 真是讲究人哪 谢谢 谢谢 对了 我们今天来的事情 你应该不会向警察去汇报吧 是不是 是 是 警察算什么呀 是吧 对葛总我是高攀子 不 我这不大会说话 反正今天啊 我算开脸了 什么叫敞的人 好 来 我早就说过我一个人来的 人都死了 这全当成是个梦吧 你心里想的什么我知道 我可以替你去办 安子 你说 他真的爱过我吗 你又瞎想什么呢 葛红 你 你自己想 这个世上还能有谁 比我对你更好 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告诉我 你可以不跟警察说 可以去干扰他们破案 但你得跟我说呀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朋友 有事吗 没事 请让一下 找你没什么事 我找你们葛总 有几句话要说 听说你是一大的保卫干事啊 唐靖制毒的事知道了吧 知道了 警察告诉我了 才知道啊 对啊 真的才知道啊 对 葛总 嗯 固地橙油 什么感觉呀 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咱们下次再见 开转 喂 我是 好好 好 我知道了 税务局来了三个人 两个稽查员 还有一个咱们专管员 说要来查账 连招呼都不打 说来就来 这还是头一次的吧 坚持一下 怎么 来 给他带着呢 查 两身一天再夺钱 你说吧 五十吧 行 也行 你也在这儿啊 我找个立中 找活了吗 你都查得出了 找活了 那走了啊 他人不错 他人不错 活也好 钱可不能差了 差了后头找你啊 有病你啊 那你什么人哪 您别介意 卖报卖报 北陵晚报 一直多点被警方捣毁 卖报卖报 北陵晚报 卖报卖报 你买报啊 好嘞 卖报卖报 北陵晚报 卖报 太少了 你家里有提示 我不能去了 您找别人吧 走 你这人怎么定这样啊 二十个金我也不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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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说吧 怎么样 什么都没查出来 东升公司的账目非常清晰 正常经营 正常纳税 一分钱都不差 东升公司成立这几年来 一直都这么守规矩 跟你说的那个什么前景要长 也没有什么瓜葛 那这半年里 它有没有大笔款的进账 三月份 香港的东升公司打进来一千万 东升公司是一家中英核资企业 英方的德伦公司总部设在香港 那除了这家公司还有红日酒店 再就是那个正在 正在建设的楼盘以外 它还有别的买卖吗 没了 其实它主要的经济来源 就是那个酒店 而且那家酒店经营得还相当不错 在我们区甚至全市的范围里面 它的纳税额都是比较高的 奇怪的是 它也就是一家三星级饭店 可是每年的利税 都超过一家五星级饭店 莉莉在这儿 孙科长 今天玩什么球 我今儿什么都不玩 只不过来跟他聊点事 那你们聊 你们聊 我来求点材料 你聊了 我走了啊 孙科长再见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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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误会了那个叫葛红的人 我的同事说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干净的人 这么干净的账 他到底怎么了 他到底怎么了 我知道 你想让警察当不上 心里痒 感觉怀起来不欲 你愿意帮你 成全你 可是你也得告诉我 究竟是警察怀疑他什么 还是你怀疑他什么 要是我说的这些话 警察也知道的话 那我可不干了 想什么呢 要是警察想知道还用找你啊 就是我自己瞎琢磨的 那 那他到底怎么了 啊 贩毒 什么 贩毒 你这么大声干嘛呀 我跟你说 你小打小闹的 怎么折腾我都跟着你 这么大的事 你疯了 你又不是警察 你这不是没个闲的吗 怎么是闲的呢 前进制药厂制毒的事 已经是事实了 葛红跟这个厂子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况且 这个厂又是我们院的 下属企业 我正管呢 你不就管防火吗 别的轮不着你 莉莉啊 我做梦都想遇到个 这么大的事 我就是想亲手破个案子 捉个坏蛋 就像你爱打球一样 我就是耗这口 而且 我在这个案子上 犯了很大的错误 要不然现在葛红 没准早就进去了 不用心想对待兄弟们骂我 我自己都觉得扫子慌 想不到老子聪明一事 被他给涮了 谁呀 葛红 你这么上劲 就是为了跟他置气呀 你就没点正义感吗 反正我是不敢的 再有什么 你也别问我 我看你就是神经病 你 除了正义感 除了我喜欢 除了跟葛红较劲以外 还有更重要的事 还有 为我姐 你还有个姐 没想到 没想到 你姐姐的命 这么可怜 冬婷 冬婷 为了你姐姐 我帮你报这个仇 说吧 我能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呢 你说葛红 在拼命地拿税 使劲地拿税 眼睛都不假地拿税 是啊 可纳税还是病了 就像跟钱有仇似的 那倒不能这么说 不过他纳的税 确实挺高的 我想知道 他到北林以后 是怎么一步一步发起来的 莉莉 你帮我问吧 他到北林以后都干什么了 行 可要是他贩毒 还能摆在民怨上 还能让我查出来吗 我有我的道理 我好像碰到点什么东西 那我听你的 你放心 我会永远跟你站在一起的 听什么 怕你赌我四人 前几天没敢告诉你 可他毕竟是你的东西啊 这是我在唐进车的后备箱里发现的 看来他临死之前 还是想着跟你结婚 留着吧 全当是个奇迷 起来 这儿儿 雪儿汤儿 那还得儿儿谁 我 小黄啊 过两天 我陪你出去拽拾三十斤吧 让你 咱们去看望一下唐天的父母 我去这边她礼物 我自己也会去的 你走吧 我自己也会去的 你的父母都在等你 行 反正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有什么事 你马上给我打电话 别太难过了 去哪儿玩去啊 哪儿有家好啊 真是呀 去什么去 求你我真的想去啊 不想去 爸 你带我去公鞋宝吧 去那地方干嘛呀 后几家 什么呀 我们班上去都去公鞋宝 坐过来坐 多大玩意 花钱买玄乌 万一从那固然车上吊下来 还得上医院不是 傻不傻呀 春节 还有点泡肉没放完吧 我不放 叫你放六个 六楼大树 八个 八八八 行行行 臭小子 八个就八个 钱都听闲了 哦哦哦 哪里坐喽 哎 鱼呢 鱼不管了你 哼 妈了 不结了 你结了 爸爸 哎呀 要死不太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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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饭了 话 哑 我答完见我吃饭啊 哦 你给你做四里丸子了 哦 大姐 嗯 香油你买的吗 妈 这有鱼有肉呢 要香油干嘛呀 拜托了 你那个拌凉菜的 点点花生油不一样香吗 你真是 拌凉菜有喝花生油的吗 去上那小朋友去给我买什么的 大货节的喝点香油 拌点凉菜多香啊 去呀 你别着我生气 只能放八个啊 找什么呢 听心眼 你心眼够多的了 别翻了 乱乱 去 把你林依叫过来 奶奶 我发现你心眼特别好 这点我特想你 奶奶 你刚才说我爸不知道怎么办 甭管他 你这小朋友能吃多少 去 快去 买点水 回来了 来 来了 来 来 这是那个香油 好 真的 你没人家 宝宝 来 你放吧 你别甩是吧 甩回bla 换人 搅爽 哼哼哼 搅爽 って splits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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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脸 我们家都是没说道的 你别客气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们家是哪个县呢 分县 那这放长假 你也不回家 你跟你妈说了吗 她不惦记着 说了 妈 吃饭 把吃饭吃饭 我们这提醒一下嘛 你们这年轻人哪 不懂老年人的心 这儿女在外 当妈的睡觉这心都提了着 放不下 你那后爸也不容忍啊 也不是 来来来 那个 那个 我提议啊 咱们都举一下杯啊 咱们以白水当酒了啊 来来来 快点 来 咱们祝 孩子越长越大 大人越长越小 来来来 喝点 喝点喝点 给她喝点了 哎 她大名叫什么 就叫宝宝 宝宝 她没姓啊 姓林 姓林 给你一个小 那儿 小孩子吃饭 对说 来来来 咱们吃吃吃 吃完了咱们跑 看那个电视剧 对对对 吃吃吃 来来来 小林 尝尝我妈做这四起丸子 吃不了 没事 你慢慢吃 是 对 你 没有 你 你 成功 有点 谁 你吃了 我这都给你回家了 这可有景呢 我问你话呢 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我都给你回老家了 是不是代表了咱俩的关系 到了一个新的境段啊 这不是我让你给我回去的 再说呢 你要想回去啊 可以坐夏丽火车回去 是不是人呢 幽默都不懂 你回去的吗 是的 ver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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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子 结婚纱好看吗 好看啊 这汤金给谁买的 给你买的这还用问啊 不信 要别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ultras的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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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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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个店 上个月卖出了两件 其中一件 就是唐继买走的 你告诉我 他是买给哪个女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想的太多了 就像那个储存房子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 不对 他不喜欢油烟 可是在那个厨房里 我发现了菜板 发现了大女 你不认识 你们到底跟你们 不认识他了 你是不是知道 那个女人是谁 他成天在你眼皮子底下 就算他想整点什么事的话 他有机会吗 我觉得你冷静地 先坐下来想一想 你不就是一个婚纱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不想清楚 他不对劲 他一直都不对劲 他就是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他就是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这个婚纱就是给那个女人买的 他是不是想骗了我的钱以后 再跟这个女人结婚 我没看出来 我被他给耍了 也许就像你说的 他爱的是你的钱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他也爱你啊 你早就看出来他为了我的钱对吧 他爱你的钱 他爱你的钱 就像你爱他的大学生身份一样 你说什么 我说他爱你的钱 就像你爱他的大学生身份一样 这句话我说错了吗 你仔细想一想 在你还没有爱上他这个人之前 你是不是先爱上他 清清白白的身份跟背景 不是 我爱他 为了这份感情我熟了多少年 我不惜一切代价跟他在一起 可是他呢 他却为了我的钱 他甚至想跟别人一起合伙来骗我 算了 小红 他已经都走了 死者为的 更何况他还爱我呢 你给我找 挖底三尘 你给我找出来这个女人是谁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凶手对不对 这个女人是不是存在还不知道呢 我们不能分散 我不管 你给我找 都回来了 胡大哥 林姨 胡大哥 有事 我今天没找到工作 我 这是 刚过完节 是不好找活干 我想 那你借点钱行吗 五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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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见过阳光下最美的侧影 还有那笑声上车自由的光业 所以我该勇敢为你心爱的我要等 这一切 可无铭心的眼泪啊 多灿烂啊像孤独的红花 无声无息沉睡在心底等待温暖 我把它融化 刻在风中的烟花 快乐悲伤都随之一句吧 那句慢慢懂得那日子里 在你什么 我 值得害怕 谁知那样往下最美的侧影 还有呢笑声上车自由的光业 所以我该勇敢为了心爱的我要的这一切 刻骨铭心的眼泪和灿烂啊像孤独的灯火 无声无声沉睡在心里等待温暖 把她入盖 刻在风中的温暖 快乐悲伤 都随即一句话 那些温暖等待的一次在你身边 值得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